Yo,What's up?这里是啪啪唱 我们这个频道呢,做了一个月了 来到了一千多粉丝 我甚为欣慰 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我觉得是时候 回馈一波我的粉丝了 这一期呢,会有一个五百道的抽奖 随机抽奖,我个人觉得太无聊了 我们一个技术频道 难道要靠运气抽奖吗 所以我将采用我非随机的 完全主观的谣讲规则 规则很简单,你只要是我的粉丝 关注了我,对这个视频 点了赞,并且留了评论 就有机会参与 我会挑选出我最喜欢的,或者最有意思的 或者夸我夸的最有创造力的 三条评论 评选出一个大奖三百刀 两个小奖各一百刀 获奖结果将在一周后公布 届时呢,我会联系获奖者 会用你选择的支付方式送出我们的奖励 今天呢,我们这个session呢 是一个美金局,也是一个经典的 诗心风超级深仇线上朋友局 这种局呢,你当然可以紧着打 只用你的premium hand去蹲别人的边缘排 长期也能盈利 但首先这是朋友局 这样打就毫无乐趣可言了 其次呢,想要盈利更多 你必须也要对抗起来 把握火候 用你中等程度的session风 去对抗对手超高强度的session风 才能增加你的盈利速度 这个局呢,大小盲 二四 有一个强抓是八 带入场的筹码结算成美金要除以四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二的game 但筹码呢,都深得令人恐惧 基本都在2000BB左右 好,首先看到我们在前卫拿到AQO open到39 被这个叫3bet your ass的玩家 3bet我的ass到140 后卫呢,是一个职业师美团外卖骑手啊 亡命赌徒 冷扩到了140 其他人弃牌 那这里符合我心目中4bet bluff的所有要素 第一,底池里死前够多 第二,我们处于不利位置 第三,我们的牌力足够 但如果没有击中 在flop非常难处理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余冷扩 底池里的死前是后卫两个人的 但我们实际上只用对抗一个人 这个3bet的人 所以算下来非常划算 所以这边深仇呢,我们来一个大尺度的4bet 到931 下架跟注 美团骑手气派 flop,天花面 我们手握一张黑桃Q的blocker 正常筹码深度打呢 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个接近100%的小柱 但筹码太深 Sofor死机只能靠自己了 而我们此时此刻 已经脑海中规划了一个River接近满池的bluff了 所以这边下一枪大柱 三分之二 这边他所有不带黑桃的AKAQ 和其他一些可能的A嗨都只能弃牌 但令人遗憾呢 他选择了跟注 Ten,一张Jack 对我们不算有利 他跟注4bet 跟注的牌会比我们有更多的JJ 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深仇很重要的问题 假设你这里是AA 不带黑桃A 你会继续下主 River在发出blank的情况下选择all in吗 还是你永远会在这个危险牌面控制check 我观察的这个局里大部分平庸的玩家在这里的抄队 基本上是一个百分之百的check 这也导致你打出来就是极化范围 在4bet跑里不是A花就是bluff 这样既会让你损失薄价值 也会让你更好的被针对 所以呢这里除了我4bet中的Nuts 比如说AK黑桃AQ黑桃 我的AAKK也会继续下主 而我的AQ不同花呢 既block了AA又block了AQ黑桃 并且说好了要失心风 当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计划 一个继续bluff下主三分之二 他非常气人的又选择了跟注 盒牌发出了叠牌 因为他很了解我的style 他这里当然有很多埋伏到合牌的超强牌 比如我们没block出的AK黑桃 比如Jax 但事已至此 我们分析了这么多 除了all-in bluff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们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 选择all-in 结果他没多想就fall了 我们一下这个大底池 直接亮出了我们的AQO气他 看到后卫冷扣140的外卖起手 亮出了天花25suit 我们也对他这个用25suit冷扣3b 4 to 4 bat的discipline 表示赞赏 我们面对历史上 我们面对过的最潇洒的对手 Mr.Tony 至于为什么说他最潇洒 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慢慢展现出来的 我们拿到KJO 面对他undergang的open 选择3b到140 他4b到440 这边虽然我们是边缘牌来3b他 但我们的K-high 其实遥遥领先他的范围 他这里的4bat 有大量的57suited 68suited 我们在有力位置选择跟注 flop QQ9 我们卡顺听后门三条 范围里呢 我们是有更多的JQS 99 他不讲道理 秒bet 三分之二 我们呢不能在气质上落后 赶紧秒扣 生怕按得慢了 tun出一张无关牌4 他在秒check 我们呢这边要保护我们的K-high 怕real掉一张6或者7 他的两滴张把我们BB了 打一张三分之二 他应该是怕气牌气得慢了 直接点在气牌上了 我感觉这首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气质上落了下风 然后我们在前卫拿到TJO 面对前卫的Open 选择拿边缘牌跟注 美团几手跟注 Tony哥在大盲位置 三bet 前卫跟注 我想不到气牌的理由 选择跟注 美团几手在后卫也跟注 flop BAM Poker Justice 我们击中Trips 还是那个Tony 秒bet三分之二 我的前卫呢 则毫无气质 面对Tony哥的bet 竟然想了半天选择负牌 我这边Trips 可以选择跟注 也可以选择加注 考虑到他这里 他有大量的两滴张 临场选择跟注 turn一张五官海五 他选择过牌 我们也秒下注三分之二 需要他的一些顶对 守对 或者中了这张五的价值 再次秒call River又是一张五官牌 他的整个倾向是 如果是花着的话 在turn是不会停枪的 所以turn的check call 更倾向于是 类似于时时 或者带Q这样 需要控持的牌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要 他这些牌的价值 秒bet一箱满持 跟他的battle中 我都不敢过分地思考 都是秒action 生怕在气质上落了下风 结果他选择跟注 KQ 那没有任何办法 原家牌 我们拿下这个底词 紧接着 我们在button拿到23O 面对前卫的open 选择气牌 等一下 open的是myboyTony 那没有办法 必须给action 在button选择跟注 大忙的这个我爱8D 选择跟注 flop 我们击中 抵对后门花 后门四条 我爱8D过牌 Tony过牌 我其实难以想象 Tony过牌的牌是什么 他任何的类似 56 58 A5 这样的卡顺 任何的听花 任何的对子 任何的两高章 在这里基本都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下注 这里的过牌 应该是类似 39 O这样的牌型 这边我们要保护 我们的底队 下注三分之二 结果这个我爱8D 跳出来 check race到242 Tony呢 39 O选择7排 我爱8D这里 大忙跟注的 一些价值牌型呢 就是set或者两对 那bluff排行就像海洋一般宽广了 任何的顺子和花的听牌 和一些随机的bluff 这边我们block set二和大二的两对 选择了跟注 10 Poker Justice 再度降临 我们击中了Trips 二 他选择过牌 讲了一个 他的draw牌 放弃了的故事 我们Trips 选择下注400亿 他在不利位置秒刻 River Poker Justice 中的Poker Justice 一张三 我们击中了Full House 他在前位check 这边正常打 我们应该是下小注 因为他这个行动线里的 听牌实在太多 而且我们已经block了二和三 但临场 我们还是下大注 要他一些 A high的听牌的价值 结果我爱巴蒂真的人如其名 展现了战神巴蒂斯图塔的 高强的进攻能力 在这个面 给我搞了一个巨大的check race 我说他是4477 从turn就开始埋伏 那我们这边手握Full House 德州布克的第一原则 Never fold Full House 肯定是一个跟注 然后看到他亮出了A6 这时候给他打一个两分吧 主要是他会用4477 在flop check race以后 在turn check 并且选择snap call 我的一个bet吗 我觉得以巴蒂斯图塔的球风 他是不会的 外来他这里 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block一张6 block顺子 但在双攻队后门画面 你手握顺子 真的会check race吗 这种牌真的只能遗憾地 给战神巴蒂斯图塔 打一个两分 我们在high站拿到AKO 一个正常open Button的那位送外卖的小伙子 今天一直没接到单 还在打选择跟注 Straddle的Tony Boy 9倍size 3b到300 那么拿着premium hand 肯定要再给他上强度 4b到900多 我稍微看一眼战绩 就发现 我Tony哥又在电光火石之间 5b到了2200 我们是没有6b范围的 这边在有力位置 肯定是一个100%的跟注 flop 又非常惭愧的pokerjustice了 拉出来at8 Tony在5bpot里 秒bet2分之2pot 我们正常跟注 保留他的诈户 turn一张2 他在前位秒check 那我们这里肯定要下注拿价值 打一个三分之二pot 他选择秒call River掉一张k 我们成了top two 没有其他办法 选择all in 终于让Tony哥哥 进行了一个超过两秒的决策了 他想了很久 最终他遗憾气派 我们拿下这个大炮 然后我们又再次非常无聊地拿到了ak 面对Tony的open 前位的跟注 我们在cut off 没有办法 三b到了179 这边小忙外卖员应该是接到了订单啊 卡了很久之后fall了 Tony对我们进行了4b 我们可以选择5b造大抵持 或者在有力为止跟注4b游戏翻后 临场选择了跟注 flop 真的没有办法 想失误一手都不行 除了运气 一无是处 又击中了我们的顶对顶踢 那Tony还是Tony 老样子 前位秒lead三分之二 那我们肯定还是一个跟注 tun 越发越大 我们又成了顶两队 Tony直接给我来了一个蛮吃 跟Tony打牌 他当然可以有any two cards 这里可能有nuts 也可能是34o 4b我们这里卡顺继续bluff 所以面对这种玩家 要点就是不要去想他代表什么牌 而要紧紧盯着我们自己的牌 一看 top two unfoldable 选择跟注 River叠牌5呢 他秒check 那我们肯定是要拿价值 这边狠狠地打了三分之二 他再次选择7牌 遗憾离场 看最后一手牌 又是我和Tony大哥 我在Button拿到A9O 远远领先他open的范围 3b到179 Tony大哥觉得3b跑还是不够过瘾 这边选择4b到599 我们在有力位置选择拿A9跟注 flop 我又中了顶对 当然AK7的面 他作为4b的玩家更有范围优势 这边他还是经典的永恒的不管什么面 不管几b跑一个三分之二下主 说他这里有大量的AAKK 还是那个原则 只看我们自己的手牌 顶对 面对我的Tony Boy totally unfoldable 准备好了call down三条街 ton出了一张五关牌6 说实实哪是快 感觉他甚至没有看过这张牌 就直接bet出来了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计划 跟注 River掉一张J 他选择秒过牌 我们感觉也拿不到更多的价值了 也在后卫选择过牌 结果他亮出99 Tony呢 虽然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始终还是感觉 没有深入他的内心世界 他的99在4b跑连开两枪 是一个bluff吗 以他的形象 是想bluff掉我的顶对吗 还是说是在这个4b跑里 value我的一些57s这样的牌型 Anyway 我们赢下这个底词 这个session呢 我们run的非常好 赢了两万三筹码 在这个1-2的局里 赢了5000多刀 我也会请我的Tony大哥 这个为数不多 能在气质上压制我的男人 吃一个烤全羊 希望我的粉丝们 也能拥有和我一样的运气 大家下期再见 Tony 吃烤全羊了Tony 怎么样 干吗 没有